hello大家好 我是顾燕 今天帶來一個重放的很有意思的顯示器 來跟大家分享 雷神演繹新款4K160Hz miniLED電競遊戲顯示器 怎麼樣 大家覺得這台顯示器好看嗎 覺得它好看嗎 打個一讓我看到你 那先看看它的背面 叫做煉翼戰甲紋路 外殼是比較深的灰黑色 有點泛金屬光澤的效果 比普通黑色工程塑料可看起來更有質感 背面有一個環繞的燈環 支架升降仰斧旋轉條件都是支持的 仿生學的晶圍底座 它這個底座帶有升降刻度的 可以記住你最適合的高度 還有一個就是把顯示器樹立過來 Windows會自動旋轉 不用自己手動調 這單顯示器配有重力傳感器 像手機和平板一樣 雖然這兩個設計 感覺大家使用次數不多 但是常常很有心的去做這些設計 還是要誇一下的啦 比較有用的是這個 左上角有光線傳感器 支持無極調光 可以自動根據環境光調整屏幕的亮度 接口方面有一個音頻接口 兩個滿選的HDMI2.1接口 最大帶寬48GB每秒 一個DP口 接口應該是DP1.4的 一個Type-C接口支持90W快充 兩個USB3.0接口 進入風塵模式可以看到的是271寸有達 新的M270QA-N07.0 Fest IPS面板 4K分辨率 10比特色深 160度高刷新率 99SRGB 99DCI-P3色域 1毫秒GTG灰接響應 Mini LED背光1152個分區 1000尼特HDR分值亮度 100萬比1的靜態對比度 看了這些參數 你是不是意識到什麼了呢 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說價格 官方省留小助手 首發價4899 可能有些小夥伴要說了 告辭 是在下不費了 現在的Mini LED顯示器還是有點貴的 而且它是1000尼特 又是有1152個過貨分區 便宜的Mini LED才300到500來個分區 配合價格大家也先別觀視頻嗎 先看看了解一下啦 以後我們裝機要買什麼樣的顯示器嘛 如果你實在要告辭 那能不能把你的點贊和硬幣留下再走啦 交個朋友嗎 來我們來先測一下它的色彩 紅蜘蛛測試的色域覆蓋結果是 100sRGB 99%的Adobe RGB 98%的DCI P3色域 這個表現真的是非常優秀了 色準測出來的平均值是ΔE 平均1.99 顯示器色彩px小於2 就是很好的指標了 按照它的色域和色彩表現 雖然說是遊戲顯示器 修圖做設計也是夠夠的了 在沒有開HDR的時候 測試亮度是406.1nit 但部分呢是0.06nit 對比度達到了7240比1 真的是很高啦 我們現在用一個普通的LED 背光IPS顯示器 兩個放一起 它的對比度呢是1000比1 關閉HDR的模式下 很明顯能看出白色的部分很乾淨 黑色也要顯得更黑 看視頻看圖的觀感都會更好 在開HDR之後呢 這台Mini LED顯示器分值亮度 甚至超過了官方標稱的1000尼特 達到了1331坎德拉每平方 都能摸到HDR1400的標準了 這個有點厲害的啊 就等於買了一台HDR1400的顯示器 還是超值的吧 遊戲方面呢大家也不用擔心啊 160Hz的刷新率IPS面板相當的絲滑流暢 給大家看看飛碟測試的視頻 基本上呢就沒有脫穎感的 我覺得現階段4K160Hz已經差不多了 4K分辨率下刷新率再高的話 現在要很強才能跟上 官方給的指標是1毫秒GTG響應 但響應這個東西大家算法不易 在OSD菜單裡有個響應速度選項 應該就是Overdrive開了顯示器響應會更快 但要根據遊戲的實際情況來調 在OSD菜單裡面有很多遊戲模式 支持Adaptive Sync可變刷新率 NVIDIA和AMD同步模式都可以用 遊戲準星計時器之類的輔助工具也有 這裡呢有一個暗部平衡 遊戲裡面如果覺得遊戲畫面太黑了 就可以把暗部調亮些 Local Demi這個是分區控光開關 Mini LD顯示器有很多光暈的問題 它是1152個分區背光 比現在大部分27英吋用的 576分區的背光方案要好很多 然後下面呢有一個光暈控制 這個要結合你用的亮度來調整 其他的功能呢就是大部分的顯示器 常見的設置功能 這裡呢有一個低藍光模式 在顯示模式裡也提供了SRGB Adobe RGB P3三種色彩模式 尤其是SRGB模式很重要 像很多人買了廣色域顯示器後 會覺得屏幕過於飽和 紅色呢會特別紅 顯得有點沒紅色了 這是因為Windows落後的色彩管理 在SDR狀態下是基於SRGB色域的 而現在的廣色域顯示器 色域容積已經超過SRGB色域覆蓋的範圍 所以要有SRGB模式下才能改善這種情況 這台顯示器不光是SRGB模式 也自帶色域限縮功能 大家不用擔心買回去有過飽和的問題 從它的參數和表現來看 我覺得不光是玩遊戲 這個顯示器你日常辦公會圖設計都沒有問題 高對比度的特征 再看看CAD圖紙相當舒服 4K分辨率163的PPI字小一點 邊緣呢也很細膩沒有鋸齒感 做平面設計也很好用 我之前對於雷神這個品牌不大熟悉 但知道他們家的主機遊戲本 都是比較有性價比的那種 這台顯示器分辨率高色域高亮度高 簡稱三高 要說缺點的話價格高也算是吧 其實這也不單是顯示器廠商的鍋 現在迷你LED顯示器色域好 能上1000尼特以上的 面板驅動版背光板 這些上游補件都很貴 希望迷你LED的價格能降下來 大家都能以便宜的價格買到吧 就像羅老師說的那樣 吃不賺錢的就交個朋友 歡迎關注市網工廠的賬號 多多點贊評論 我是顧彥 那我們下期再見啦 拜拜